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课程 先来回顾一下上几节课我们都一起学习了一些什么 我们在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从我们所熟悉的API 如何去学习一下Framework相关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从StartActivity 这个入手 先跟踪代码 看了一下用程序是怎么丢用到ActivityManagerService这个系统服务 然后呢 我们又看了一下AMS 在接收到我们从用程序发送过来这个要启动一个Activity 这个消息之后 他又做了些什么 在之后呢 我们又一起学习一下AMS 它是怎么又调用到应用程序这一段的 但是呢 我们在之前学习应用程序开发的时候我们知道最终 我们的系统会去调用我们自己写的一些Activity 就是我们自定义的应用程序组件里面的Creator SATA这些生命周期课备函数 那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那APP 因为程序这一块 它又是怎么对应到我们自定义的这些应用程序组件里面的进行周期课备函数的 OK 那就继续我们上一节课讲的地方 我们就往下看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 讲到AMS呢 通过Banner 然后跨境层呢 对用到ApplicationThread 那里边呢 里边的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那我们就继续看一下ApplicationThread里面的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进入到我们的ScheduleInset 好 这里 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我们上节课看到呢 那最终是掉用了一个SendMessage 发送了这样一个Launch ActivityDecode 那我们再追踪一下这个SendMessage 那我们往下继续跳转 好 继续往下跳转 这里 好 我们看到了它又是往下SendMessage 那么我再跳转 我们可以按照键盘的Ctrl 然后点击鼠标锁键就可以跳转到 好 继续往下走 好 继续走 那我们来走到这里 Ctrl 它就直接是Return了一个InqueueMessage 这个InqueueMessage呢 又是掉用一个Queue 然后InqueueMessage OK 那我们看到InqueueMessage这个函数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块的代码 就会发现它其实已经跟我们的 也启动一个Active 一个逻辑已经不怎么相关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顺着SendMessage这条线下来 它已经深入到了一个Handler 这样一个东西它内部的一个具体实现 那我们怎么去跳出去它这个具体实现 回到我们SendActivity这个具体的用逻辑上呢 当然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补充一下Handler相关的内容 这里呢 我在网上摆做了一篇文章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去看一下 好 Android中的Handler机制 Handler是什么呢 其实Handler就是一个Android里面 它定义的一个一股消息处理的一个机制 看到一个基本结构呢 这张图 介绍的还是比较 深细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同样这里在旁边有一个说明 第一步呢 紫线程会借助主线程里面的Handler 划送一条消息到主线程 也就是这里 紫线程呢 会借助主线程里面的Handler 划送一条消息 所以主线程就是第一 然后第二呢 这个消息会被主线程放到消息之列 这里呢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消息对列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消息对列 这边发送过来的消息呢 就会被主线程给放到 这个消息对列里面 这个消息对列里面 存着很多套method 都会存到这个消息对列里面 调一调的method 好 就是把消息放到消息对列 第二步 刚才我们看代码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在Schedule Lunch Tilted里面呢 会调用SendMessage 然后一步一步 往下调 最终调到了Handler Handler 这个呢 最终的是 装装了一个类 最终会调用到Handler里面的SendMessage 第三呢 它说主线程里面有一个远寻器 Loop 也就是这里有一个Loop 这个东西 它就会在这里远寻 它如果发现在消息对列里面有一条消息呢 它就会调用Handler里面的Handler message 去处理一个消息 也就是第三步 Loop 会调用Handler里面的Handler message 来处理这个消息 第三 然后第四呢 就在Handler方法里面去更新UI 它这里呢 是对UI的一个更新 好 第四步呢 就是在Handler里面 在Handler message 这个 权数里面一起去处理 好 这就是Handler的一个 一步消息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好 第一 我们的子线程 叫用Handler的Sandler message 发送一条消息 第二步呢 这个消息被放入到主线程里面的消息对立 第三步 主线程里面的Loop 他发现有消息过来了 就叫用Handler里面的Handler message 最终 在Handler message里面去处理了这个消息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好 那我们再重新回到ScheduleLunch entity 重新看一下 可以构成 找到 好 那我们说了 它这里通过 对用Sandler message 发送了一个这样 H.launch entity 那一个编码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Sandler message 我们看它最终将用到哪里 继续往下测转 好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它最终对用到一个 my h 这样一个对象里面的Send method 这个myh 是一个什么类型对象呢 我们可以看到 myh呢 它对应的是一个h 类型的 这个h呢 它是继承自Handler 这个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Android里面的Handler 也就是一个eve消息处理的一个移率 好 好 那我们就知道了 Schedule Lange entity 最终是通过 用Handler里面的Send message 这个方法 发送了一条消息 也组成 那么继续看一下这个Send method 好 继续往下追踪 好 继续退转的话 第一 好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有一个enqueue message 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所学到的 它把消息给送到消息队列 送到消息队列之后呢 第三步 我们讲到了 是主线程里面有一个looper 一直在圆寻查找 它如果发现有消息到消息队列里面呢 也会处理 那那个looper在哪里呢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tp-swede 这个线程里面 我们在这里 其实我们直接给大家找一下 一个may函数 这个呢 是 我们的应用程序的 起来之后 会首先执行的一个函数 在这里 有一个 有一个叫这个looper 叫looper 就是 执行了looper 叫looper这个函数 执行完这个函数之后呢 就会处于一个一直允许的状态 在这里呢 在这个looper函数里面 它如果发现了消息队列里面有新的消息进来之后呢 它最终 回去 dispatch message 快发消息 然后这个快发消息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一个handle message 它里面有一个handle message 它里面有一个handle message 这个呢 哦 这里最终就是要用到了 handle的里面的handle message 去处理这消息队列里面的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handle message 它并没有一个实现 它是空的 这里有一个做事 subclasses must implement this 就是seal message 就是说 告诉我们 子类必须实现这个函数 来接受一些消息 那最终 其实我们可以 给大家找一下 它实现呢 就是在这里 在actuted thread里面 它有一个handle message 也就是它的 最终的一个实现 在这里呢 也会根据这些消息类型 去相应的去处理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在schedule launch attribute里面 通过send up message 发送了一套消息 最终 它就是在这里 我们处理的 还记得我们 在通过send up message 发送的时候 是传进来的一个编码 lunch attribute 再看一下 lunch attribute 可以看一下 传进来的 就是 lunch attribute 中心 handle message 里面呢 就是根据它 来知道 要处理这个消息 讲到这里呢 其实 如果我们 看代码 看的比较多的话 也可以直接 根据这个 编码 去搜一下 我们完全可以 跳过handle 这个东西 我们就知道 它是 在哪里处理的 我们可以搜一下 都哪里用到了 你看这些地方 应该不是介绍到一个处理 我们就搜到这里 我们就发现 在handle message 里边 会有一个case 对应的lunch attribute 那我们就知道了 肯定是对这个case 也就是我们发送过来的一个编码 这个编码呢 可以是一个命令 或者是像我们这里 配一个消息 对这个命令和消息的一个相应的处理 好 那我们 先暂时先不往下跟踪 圆码 那我们先把这个 在序列图上去画一下 好 这个代表我们的一个主线程 这个主线程是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再去看一下 好 我们 在schedule.lunch attribute里边 调用了send message 最终发送一条消息到主线程 通过handle 呢 最终选到主线程里边的handle message 当然呢 这个实际的过程 并不是直接通过send message 调用handle message 而是中间有一个handle 这个预部消息处理的一个机制 来 从send message到handle message 这里呢 我们只是来表示一下 就省区的中间这个 具体的细节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主线程对应的什么呢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handle message 是在哪里的 我们可以往上 按下 哎 handle message 它其实是 在我们的 class h 这个类里面 一个 h呢 对应的 对应的 又是 activity slider 里面呢 好 好 那 activity slider 里面的h 好 我们在这里 再去追注一下 对应的 其实呢 最终还是在我们的 activity slider里面 好 那我们再 接下来呢 再去追踪一下 handle message 它又做了些什么 好 回到handle message 看一下 在拦截ntivity里面 它又做了些什么 这里呢,他又继续作用了一个Hunter Lens Activity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 Hunter Lens Activity,先画一下 Hunter Lens Activity Hunter Lens Activity 我们往下看的话,始终可以发现它里面有一个Performer Lens Activity 我们再挑战到它的Performer Lens Activity 我们一步一步边跟踪圆码,我们边把它画出来 这样保证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过程 这个在我们跟踪圆码的时候呢 边看圆码边画对我们的理解 是可以帮助的 好,我们看到它最终到了Performer Lens Activity 在Performer Lens Activity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component name 如果,如果GateCom或者它的内容 获取了一个 这样一个东西 重复的名字呢 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一个组件的名称 好,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里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不够用 这里用的还是蛮多东西了 加长一些 这个工具呢,这个地方也是蛮难用的 好,我们看到Performer Lens Activity里面 首先它通过GateComponent 返回了一个组件的名字 这个组件呢 其实就是对应着我们的应用程序 组件 OK,继续再往下 那我们在这里 看到 它通过GateClassLoader 然后返回获得了一个 Late加载器 好,我们再表示一下 这里呢 有一个GateClassLoader 好,找到了一个Late加载器 找到了Late加载器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通过 就用了MyInstrument 图真信 里面一个MuleActivity 好 这个呢 这个我们应该比较熟悉 我们再通过 StartActivity 那个API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碰到了 这个Instrument配信 好,我们往它也画出来 好 这就用到了 它里边的 NewActivity 这个NewActivity呢 我们再看一下 好 NewActivity 就是调用了一个ClassLoader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获得的 内加载器的LoaderClass 好 LoaderClass 这个LoaderClass呢 就是把我们的 Activity这个类给加载起来 在这里呢 其实 我们呢 我们应用程序自定义的组件 也就是我们的自定义的MyActivity 都已经被加载起来了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呢 首先 通过DataComponent 然后获取了Component内容 也就是我们 在自己的应用程序里面 所自定义的 成应程序组件 或者一个名字 获取到应用程序组件的名字之后呢 它又通过 DataClassLoader 把类加的T 获取到了 之后呢 通过LoaderClass 把这个我们获取到的 组件的名字 通过 ClassLoader 也就是A的加载器 给 加载上来 这时候 我们自定义的 Activity 都已经被 加载起来了 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 它把 Activity 加载起来之后 也做了些什么 我们再往下 在这里 我们就会看到 它又调用了 Expintation里边的 Coactivity Uncreate 看这个名字 Uncreate 这个师傅 和我们所说的最终 系统会 见证到我们自定义的 应用程序组件里面的一些 生命周期 科威函数中 科威A就关了 好 那我们就去 见证一下 好 Coactivity Uncreate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Coactivity Uncreate 两个参数不同 一般呢 这里 它有一个 看到条件 是否是常驻的 如果是呢 就叫这个 如果不是呢 就叫这个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不常驻的 那我们看到 Coactivity Uncreate 里面 首先有一个 Perform Create 然后呢 有一个Pose Perform 中间 它对认了 Activity 这个对象里面的 Perform Create OK 那我们 再表示一下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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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还有一个 Cose Cose Perform Create 应该呢 再认为这个对象里面的 Perform 我们看一下 Activity 这个什么对象呢 这里 就是一个 Activity 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用程序的 Star 走件中的 F2T G 类 OK OK 我们看到现在 它已经 用到了 我们 Star 组件里面的 Tint 这块 它又 用了它的 Proform Create OK 那我们就继续 到Activity 里面去看一下它的 Perform Create 这个Activity 呢 是通过一个参数团来的 其实呢 它就是刚刚我们通过 class Loader 那一加载器 Loader class 把我们 用程序 基金的一个组件 给加载起来之后 那个对应的Activity 我先拆转到Activity Perform Create 这个Perform Create 呢 我们在 讲 Android 应用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它其实呢 它对应了一个Uncreate Data 然后一个 Inved Data 一个Perform Create Common 这个Uncreate 呢 最后 我们所自定义的 应用程序 组件 会把它去overread 也就是会覆开 这个Uncreate 最终呢 我们就会先 调用到了 我们在自己的 应用程序里边 所写的 Uncreate 也就是 通过它 就调用到了 我们自己定义的 应用程序里边 好 好 这里我们先换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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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我们就 最终 建议到了 我们自定义的 应用程序组件里边的Uncreate 好 OK 那我们就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过程 这里呢 是AMS 也就是 Active Manager Service 我们的安卓的系统服务 通过 Banner IPC信用间通讯 再用到了 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一端 里边的 Schedule Launch Activity 告诉 让我们去启动 一个 Activity 那我们应用程序 这一端 接受到 要启动 Activity 这个指令之后呢 我们是通过 Send Message 发送了一个 消息 给我们的 主线层 那我们主线层 在 Handle Message里边 就对这个 消息 进行处理 处理呢 又一步一步 调调调 又经过了 这么一个过程 最终呢 它有一个 Performer Like Activity 执行 启动 这个 在执行 启动 Activity 这个行处里边呢 首先 通过 Dat Component 获取到了 我们要启动的 组件的名字 这个名字是怎么获得的呢 其实是 这个名字就是 我们在调用 Staff Activity 这个API 的时候 我们会传进去一个 Intent 我们在 Activity Manager Service 里面 会去把 Intent解析出来 来 怎么解析呢 其实是通过另外一个 我们的系统 也就是 Tech Manager Service 然后 在 Intent里面 把我们 要启动的 进行组件的 名字进行 这里呢 通过 get component 内容 就可以 把它这个 组件的名字 获取到 我们要启动了 组件的名字之后呢 这里 又获取到了一个 class load 也就是 类加载器 然后呢 把这个 组件的名字 传到 这个 列载加载器里面 根据这个 组件的名字呢 我们 要用 roadcast 把这个 我们要启动的 营充程序 组件 给 加载进来 加载完之后呢 我们的 主线程 又通过 调用 coactivity uncreate 最终 调用到了 intmentation 这个 最像 它里面的 performcreate 最终 我们知道 它就用到了 activity activity 里面的 performcreate 最终 它里面的 uncreate 最终 就用到了 我们自己 自建议的 activity 里面的 uncreate 这样呢 就实现了 一个 从 系统服务 到我们的 应用程序 这端 把我们 要 启动的 应用程序 组件 先给我们 加载进来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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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的 uncreate 等等的 谢谢 生命 足迹 空 背开函数 好 我们基地克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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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